澎湖人视海洋为冰箱,但近年来海洋资源快速枯竭 专以海田养殖取代捕捉,并依法向县政府农渔局申请渔业权 其中白沙内海城前一带海域,更是牡蠣养殖重症 约占澎湖牡蠣总产量三成,近日却爆发遭民众检举越界,影响航道安全 县政府依法召开牡蠣养殖业者渔业权越界违规公厅会 根据了解,现行澎湖海田申请,每一组业者可以申请1至2公顷范围养殖 白沙城前中屯、蒋美一直延伸到马公西卫内海,发出20张牡蠣养殖执照 每年产量约占澎湖牡蠣总产量14000公吨的三成,仅次于马公菜园牡蠣养殖专区 但近来却频频被人检举,超出养殖范围,影响来往船只航道安全 县政府农渔局为此举办公厅会 法源依据是渔业法第64条,可对违规业者进行裁处 但渔民希望澎湖县政府可以给予宽限期 用辅导代替处罚,检举人还委托律师出席公厅会 律师表示县府有执法的义务 若明知不法情事而迟迟不处理,则有徒利之嫌,希望民众谅解 另外给予渔民辅导期,细便利业者自行拆除违规柯田 而如在辅导期后,渔民却与县府上演猫抓老鼠 你追我赶的戏码,就是县公务人员于不易 另有渔民在公厅会上表示 希望县府可以重新开放内海渔业权的申请合发 照顾渔民生计 县政府农渔局表示,将再行召开公厅会 并延维缓冲期时间,一切都会依法执行 同时严格执行范围内放养 避免超养造成牡蛎生产品质不佳 记者,陈荣誉报道